今天需要大家已经看到的是 在中国大陆要想做一位坚守良心的医疗从业人员 那么势必会面临到体制内的冲击 最近世界第三大制药商葛兰素史克公司 在中国大陆贿赂中共官员和医生的丑闻被曝光 也把中国医疗系统触目惊心的腐败内幕摊在阳光下 有分析指出收取回扣和拿红包 已经成为中国医疗系统的润滑剂和生命线 在现有的中共体制下 有良心的医生成为没有办法生存的另类 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为了行贿医生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报销模式 通过虚报会议、学术讲座和直接提供现金等方式行贿 达到提高药品销量的目的 在中国大陆 葛兰素史克行贿并非个案 近年来辉瑞、里莱等多家外资药器 都因涉嫌在华行贿受到调查 这些企业在本国大多守法经营 却都无法避免在中国被潜规则同化 财新网分析指出 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中国医药体系的行业弊端 在大陆某市医院担任主治的李医师认为 中国医疗行业的运行体制下 层层的所谓招标和监管制度 却使药品在众多流通环节中成为贪腐的工具 正规的医院需要通过国家招标才能把药体进来 如果药厂想要进入医院的话 首先要进入国家的招标目录 需要一些手段才能进去 然后医院再从这些招标目录里 再进入医院的渠道 这个医药代表或者是药方厂商 它就要达通医院的院级领导和药剂科 烟照晚报评论文章认为 大陆医药领域贿赂 从国家级医疗机构一直到乡镇卫生院 几乎无所谓净土 以至于拒绝并揭秘潜规则的极个别医生 反倒成了另类而混不下去 你翻开中国古代那些医书 那些有名的医生 他留下来这个道德都是很讲究的 就是在选拔这个土地上 那么尤其是他整个普遍社会的道德文化 他都是讲究这个善后有报的 人命关签 所以对人的生命就是一定要是关注的 现在到了中共这个时期 我们知道他就是把这个传统文化 尤其是这个医德 善后有报这一部分 彻底摧毁了 最近曝光的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 被揭露出药品价格里面 80%都是公关费用 全市区限73家医院100%涉案 英国路透社文章指出 贿赂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帮助 中国公立医院维持运作的润滑剂 对于中国医疗系统的混乱和丑陋 当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文章并引述一位在医药行业工作 长达15年的高管指出 贿赂和贪污已经蔓延到 公立医院的各个层面 在当前的医疗体系 贿赂已经被当作是必需品 新唐亚太电视长春采访报导